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青豆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食物 怎样搭配才能让它更加的营养而且更入味 咱们今天就用青豆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这里我们准备了营养助消化的甜玉米 还有维生素含量丰富的胡萝卜 经常食用可以缓解视力疲劳 把胡萝卜改刀先切成粗细均匀的小条 再把它切成和青豆大小的胡萝卜丁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少许的生姜把它切成小姜片 两粒的大蒜直接把它拍至松散 再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后和姜片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牛肉 牛肉是健脾养胃增强体质的食材 春季是万物生长的时节 孩子的食谱中搭配适量的牛肉 可以很好的进步 把牛肉改刀切成略微小一点的牛肉丁 装入碗中 在里面加入两勺的料酒去腥 加入少许的食盐和老抽上色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淀粉 先把它充分地抓拌均匀 把牛肉丁抓至到完全吸收调料 而且略微有一些干的状态 然后在里面加入两到三勺的清水 继续抓拌 把牛肉丁抓至到顺滑粘稠的状态 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用油 稍稍抓拌均匀锁住水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先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盐增加底味 再淋入几滴的食用油 这样在焯水的时候可以保持食材颜色的鲜亮 先把不容易成熟的胡萝卜丁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胡萝卜丁在锅中略微煮至一分钟 焯制到略微有一些透明的状态 再把洗净的青豆也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焯水 把青豆煮至开锅后再加入我们准备好的甜玉米 如果选用新鲜的玉米棒子掰下来的玉米粒 煮至的时间略微长一点 可以和胡萝卜一起倒入锅中进行煮至 青豆在焯水的时候不需要煮至的特别软烂 大约五成熟然后就可以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洗净把它充分的烧热 加入适量的油不需要等油温升高 直接倒入牛肉丁在锅中快速的划炒 这样在炒制肉的过程中就不容易粘锅 牛肉丁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把它炒制到表皮变白的状态 先把它盛出来这样牛肉丁口感就比较滑嫩 接下来锅洗净加入适量的油 把生姜和蒜末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它充分的煸炒出蒜香味 再倒入控干水分的青豆、玉米、胡萝卜丁 先在锅中把食材给它充分的煸炒 炒至大约半分钟略微煸干水汽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进行调味 把锅中的食材先充分的翻炒均匀入味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不需要太多 略微煮至这样可以让青豆、玉米更加的入味 把青豆烧至成熟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 这个时候再把炒制好的牛肉丁一起倒入锅中 用大火快速的翻炒 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以免牛肉的口感变老吃起来会很柴 大约翻炒10秒钟炒制均匀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又美味的青豆、玉米、炒牛肉丁就做好了 春季给孩子这样搭配 增强体力又长个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